今天来说一说联播这一周重点关注的内容 先来看金砖领导人会晤 习近平主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其中有两点让我印象深刻 一是 习主席说 文明多姿多彩 发展道路多元多样 这是世界应有的样子 每个国家都想过上好日子 都有权利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不能谁发展得好 就要遏制 就要使绊子 这次金砖领导人会晤最大的亮点 就是实现金砖扩元 由五国扩大为十一国 金砖的分量在提升 金砖的橙色更足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机遇 这秉持的是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的精神 这本身也是金砖应有的样子 另一点是 习主席全面阐明了 中国经济发展的四大优势 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 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 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 以及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爬坡过坎 提制升级 虽然面临一些挑战 但正是因为有这四大优势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也不会改变 这也是中国经济应有的样子 值得一说的是 8月26号是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43周年的日子 43年大鹏振翅 扶摇直上9万里 靠的是改革开放 敢闯敢干 面向未来 深入创新 开拓奋进正当时 这也是深圳应有的样子 然而 就在本周有的国家还在作恶 这不是作为国际社会议员该有的样子 24号 日本不顾各方反对 强行将核污染水排海 覆水已难收 对于核污染水造成的损害 太平洋沿岸国家有权向日本政府发起索赔 这也是国际社会该有的态度